你跟这种羊妈妈打给啥处的 羊啊 我的弟弟给养药 要嘛 四五十块钱 根本都说大 那从明岛和养药是啥处的 从明岛 从明岛是 三十几块 从明岛是三十几块 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盛景洋教 现在我在那个崇明岛 也是来到了崇明岛上 一个本地的博主 叫从明小窝头 他的家里 阿黄 等一下晚饭烧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晚上吃些什么东西 好吧 我先带大家到处逛逛 这里地方呢 他是说 他有些农村房子啊 是挺破的 比方说你看 像我走到这里啊 这里就是 以前房子是怎么样的 现在房子还是怎么样 一直没有在 一直没有造 像这种呢 就是属于后来造过的 为大家看一下 前面我发现了一样好东西啊 大家看看这里 这个我刚是来的时候 以为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碉堡 其实不是的啊 其实不是的啊 那这里还有鸡呢 你看 这个鸡 只有公鸡 没有母鸡 对吧 这个鸡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天长来了吗 天长来了啊 好 现在我们吃饭了啊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丛名小窝头 还有他的老公啊 我们看看烧的哪些菜啊 看一下 这个是油爆虾 是用那个 番茄 叫 番茄 莎丝烧的啊 这个是红烧羊肉 这个顾老师到时候多吃点啊 这个是 读着吃着吃着涌了 你两次 对 这个素菜是吧 鸡毛菜 自己给他种了 自己给他种了 秋葵 秋葵 那这个菜可以重点介绍一下 这个菜叫 你放下来 叫毛豆草 毛豆草 普通话讲不来的意思啊 讲瓜 但是这个毛豆呢 品种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聪明话叫扭的扁 那是那么又大又扁的 对又扁又大 它不一样就是因为品种不一样 对吧 这个我已经很熟悉了 这个叫金瓜丝 你比我还熟悉 还有这个 这个是多椒鱼头 我们可以猜一下哪些菜 是小窝头烧的 哪些菜是他老公烧的 让他们猜一下 让他们猜一下 他们听这个笑声就猜得出来的 还有最后一个 老鸭扁比街套 我用高普通玩比哪个 比街套 一人份给你们一个骨盘 好的谢谢 我们也要准备开饭了